那么从我们的这个 这个一生的年龄的这个过程中 能够看到我们骨矿含量的这个变化 那么从这里能看到实际上 我们这人的一生都是在对骨含量的 这个积累在做贡献 那么我们从一出生实际上就面临着 就在帮助这骨形成的骨密度的增加 在做着这个贡献 我们在从这个骨含量的这个一生的这个变化 在这个图里头显示出女性和男性的这个不同 那么从这里能够看出来 骨矿含量到35岁应该达到一个高峰 之后呢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 那么从这个图里能够看出来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 就应该在为骨矿含量达到高峰而做努力 而在之后呢在中年以后呢 也应该在为减缓骨质疏松的丢失 在这个加把劲 那么说到骨质疏松的这个预防呢 我们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说呢 一般我们分成三级预防 那么三级预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级预防呢 我们一般是指的这个情况 希望能够经过我们的努力而不发生 二级预防呢一般指的我们 如果发现这种情况 特别是我们没有认识到 或者没有任何表现 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通过一种手段 能够早期的发现 那么三级预防呢就是指的 我们一旦这个疾病发生了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措施来这个治疗和恢复 那么从这个我们公共卫生角度 医学角度的三级预防来说呢 实际上对于我们骨质疏松来说 我们的一级预防呢 就是应该确实是在一生的过程中 来把我们的骨含量能够达到一个高峰 另外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减少丢失 那么这个从这样这个年龄的特点来看呢 实际上就确实应该从儿童做起 从青少年做起 而不仅是到了老年之后 我们才重视这个疾病 所以这是应该一生来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预防措施方面呢 我们也分成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确实要提高认识 应该让全人群都应该提高 对骨质疏松的认识 这个骨质疏松确实是一个 让我们要像其他疾病和其他的一些问题一样 来得到我们的关注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一生中要关注我们的饮食 特别是在这个含在这个饮食过程中 应该特别注意 比如含盖量高的这个饮食 要关注含维生素D高的这个饮食 还有呢就是在少吃一些糖啊盐呀 另外呢就是对这个动物蛋白这一类这个饮食 还有这个脂肪类的饮食 也不宜这个过多的这个食用 另外呢就是要一定要加强锻炼 那么这个锻炼呢也是一定要注意是一种负重或者有氧运动 就是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用力和要有一定的这个强度 这种锻炼 那么这种锻炼呢也让我们一个呢就是增加这个骨的这个硬度 另外呢就是对这个骨的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钙质的吸收都会有帮助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很注意的就是要一定要注意这个在外面晒太阳 晒阳光 要阳光这个有助于我们的这个钙的吸收 加强这个骨劲 所以呢这个这个日常的我们在锻炼呢也是 也要特别关注现代年轻人和这个有一些这个职业人士吧 特别喜欢去到健身房锻炼 那么健身房锻炼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健身的一个方式 但是呢它非常一个不利的就是我们没有接受到阳光 没有这个日照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加强这个户外的这个锻炼 再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戒烟啊 现酒啊 烧饮酒 还有呢像这种咖啡 还有浓茶以及碳酸饮料的这个饮用 也应该有一定的控制 我们在这个骨质疏松方面呢 就是在预防方面要更多的去关注在日常生活的几些积累 呃那么这个这个图呢也显示出我们实际上不同年龄 我们盖的需求量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一生的这个盖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需要呢也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的饮食过程中来加以补充的 所以呢在这个表里头我就不一念了 但是从这里头能够看出来不同的年龄阶段 它的骨的需要这个盖的需要量是不一样的 呃另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特别关注 就有几个生理时期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这个盖的需要量的增加 比如在青少年增长的这个年龄阶段 另外呢还有就是孕妇 由于她的这个负担的加重要孕育新生命 所以她的盖的需求量也是在增加 再有呢就是一个哺乳的这个妇女 因为她要这个哺乳这个婴儿 所以她的盖的需要量也是会比其他的年龄阶段会要增加的 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可能一说到盖呢 我们实际上还是在补充盖的这个方面呢 也应该特别注意我们更多的是应该是从日常的饮食中来加以这个摄入 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呢 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实际上呢 对盖的这个吸收量这个摄入量呢是不足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可能是不能完全从饮食中 能够满足我们的盖的需要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需要加一些其他的辅助的盖片来这个补充 在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二级预防 这就提到呢我们要早期发现 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 可能对骨质疏松还不是高发的年龄 那么更多的是注意中年以后 那么中年以后呢由于这个骨质这个丢失 而造成的这个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加强可能对这个发现 我们可能会存在骨质疏松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可能就会需要经过一些医疗的手段 包括我们进行一些检疫的筛查 和这个骨密度到医院进行正规的仪器的骨 这个骨 骨密度的这个仪器的这个检测 来了解我们的骨密度 来了解我们骨质疏松是不是这个发生了 那么来早期发现 那么在早期发现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些措施来进行干预 能够好的让我们把这个这个治疗我们的骨质疏松 那么从三具预防角度来说呢 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一旦发生了骨质疏松 我们一定到医院去进行这个积极的治疗 那么包括在治疗的同时也要加强锻炼 加强这个这个恢复 另外呢还有就是一定要防止这个摔倒 和进行一些比如像这个这个 刚才提到的我们比如说要穿合适的鞋 要进行这个地面的这个走路的这个关注 还有呢家庭的摆放和一些办公室的摆放 一定要这个有利于这个这个人的行走 和这个防止摔倒的这么一些清除一些障碍 等等等等一些很多的这个措施 来进行这个共同的这个预防和治疗 那么最后呢我也提到就是对于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来说呢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预防 比治疗更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讲的所有的这些都会提到 我们实际上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大 我们的认识和这个一生中采取我们 对骨量丢失和加大骨强度的这种预防的措施 另外呢就是还要提到就是我们从骨质疏松预防来说 任何时候都不违早 所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应该从小年龄做起 能从儿童做起就从儿童从从青少年做起 那么到中年和老年之后也应该一生中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的预防 再有呢就是什么时候关注都不维持 因为呢骨质疏松在伴随着我们的一生 所以一生中的这个预防和关注和及早的发现都应该是我们引起这个这个这个重视 那么到最后呢我还是给大家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关注 刚刚呢我们看到了这位专家呢是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的主任王林宏 王主任呢给大家讲了上午下午两段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知识 可能看了之后大家有没有一种特别急切的感觉想吃我们的维生素D 刚才我也看有些伙伴在公屏上面问希望维生素D快点推出 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下 为什么你们以前不知道 其实大家在这种生活当中一定要记住我们说的话 维生素D补起来非常非常快 我不管你以前的指标是什么样 你只要每天保持 因为我们这个是最低量 属于叫十维克一个国际单位 400A一个国际单位 你如果着急 你只要连续吃一个星期三个国际单位 就你每天吃三例 你再去测 你的维生素D它就会上去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问题再来了 你只要不吃 它又会下去 这也就是我们要做这样的一档纯净生活栏目的一个初衷所在 需要有人提醒 需要有人唠叨 需要有人提 就是让你们提高认知 如果不是有王林宏主任的长段的讲解 不是有我们这样再给你们掰开了 揉碎了一点一点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科普 大家真的意识不到原来我们一生当中都会处于缺钙 有我们有一生当中会处于维生素D的缺乏 还有一个大家发现没有 王林宏主任所说的其中几个观点 第一限制动物蛋白的摄入 由此我们再想一句话 喝排骨汤去补钙 它吸收的这一点点的钙和它所带来的脂肪和它所带来的蛋白和它所带来的飘零相比的话 微不足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 在很多的这种观念当中啊 是我们以往的观念和当代人的生活习惯的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区别 我们为什么要推出小秋枣 这是一个在所有的植物性食物当中钙含量最高的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百分之二十四 蛋白质小秋枣 鸡蛋才多少 鸡蛋不过才百分之十 牛奶只有百分之三 它是百分之二十几 而且这是一种全天然的植物性蛋白 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理解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蛋白粉当中也要给大家加小秋枣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蛋白质浓缩出来 把它调整乳蛋白烙蛋白豆蛋白的一个基本结构 其实这都是当代营养学 根据我们今天人的体制所做的一些特征性的调整 大家一定要记住 改变认知之后 我们希望做到的是什么呢 如果着急调整的话 每天三粒维生素D 大概一个星期 然后改成每天一粒每天一粒 但是重要问题是千万不能忘 你做不到每天暴露百分之二十五的身体 晒二十分钟的太阳 你就当做一个事情 你就选择一个 你看我会有时候我也怕我自己忘 我会在我的早餐台面前摆好了 维生素D 包括辅明Q10 包括这样的一些我需要调整的产品 那么我吃早饭的时候 我就能看到它拿起来顺手就一粒 价格也不高 而且也很方便 它又不要求你什么饭钱 饭后没这么多的要求 它就是个维生素 扔到嘴里一起吃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真正决定你健康的是认知 我想听过我们的课程之后 大家的蔬菜的量会逐步逐步的提升 哪怕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肉 吃炒饼的北方人 你也理解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么的重要 上午给大家讲了很多的诗器方面的问题 大家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 有人做过实验没有 你用鼻子闻一个苹果 你用嘴吃一个香蕉 你能把这个香蕉吃出来苹果的味道 但是当代人几乎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几乎全是靠嘴 忘掉了一个食物 它叫色 香 味 色是什么 眼睛去看 香 是鼻子 味 其实我们为什么品尝的品是三个口 其实是用这三个器官共同去感受 其实这一点点的话 和我们中医的养生理论是有它异曲同工的地方的 来 问你们一个问题 大家会觉得 也不用问你了 大家会觉得现在的馒头也好 包括我们说的这种猪肉也好 很多东西没有以前香了 有没有人觉得机器做的面条就是没有刀削面 就是没有手擀面好吃 来有这种感觉的 打个一我看一下 机器做的面条就是没有手擀的 没有刀削的 或者说什么压的合了 手工的好吃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你们知道吗 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是吧 好 大家有这种感觉之后 其实就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机器做的特点是什么 揉的面很均匀 切的方式很均匀的嘛 这种均匀的方式会让你吃每一口的感觉是一样的 而你自己家里边手工揉的面一定没有机器的均匀 你手工切的条的粗和细一定没有机器做的均匀 而这样的一种稍微的细节的变化能够被你的味觉捕捉到 能理解的吧 你自己手工削的这个面条 擀的面条 有粗 有细 有长 有短 有薄 有厚 包括里边揉的这个水跟面的比例 绝对没有机器揉的均匀 但是就这一点点的细微变化 能够被你的舌头所捕捉到 其实人类的感受是一种当你没有失气的时候 你的味觉其实是非常非常鲜明的 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在人类的饮食文化建设当中 有很多的小细节一定要让我们理解是什么 不要狼吞虎咽的用食物 不要在食物当中添加过多过多的干扰物 什么叫干扰物 调味料 你如果说想品尝这个食物的原真 食物本身的味道 其实它自身带给你的感受 是远远要强于这个调味品和这个调味料的 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当我们这段时间觉着东西不香了以后 还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 我们的身体在本能的排斥 一定要相信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 和身体的自我选择性 就是你天天天天吃这个白米饭 你天天吃这个白馒头的时候 它不香 但是呢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让你们到国外 到一个没有白馒头的地方 你天天吃日料 天天吃沙拉 天天吃牛排 到这个时候 你再回到国内来吃白馒头的时候 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了这个之外 我刚才说过我们的身体 舌头 嘴巴 鼻子 它是一种协同作用 那么这种作用 它是一个我们身体对于色味 行的一个综合性的判断 所以 一定要知道 当你特别缠某一种食物的时候 你特别特别缠它的时候 一种是你的大脑当中对待的记忆 不代表是你的身体的需要 你可以想象一下 我给你们举过一个例子 如果你馋的是某一个天然食物 这是你身体的信号 你特别想吃苹果 这是你身体的信号 能理解吧 你特别想吃某一种菜 比如说你特别想吃这个季节的灰香 或者说你特别想吃这个季节的某一种东西 这是一种身体的信号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你要分辨出来 你特别馋的 其实是某一种烹饪方式和调料 比如说鸡 你当你特别想吃炸鸡的时候 你要问一下自己 清炖的你想吃吗 如果说你特别想吃这个清炖的鸡 只要是鸡 你都特别想吃 这就有可能是一个你体内缺乏蛋白质的反应 这是一个信号 如果说你只想吃炸鸡 那是你大脑多巴胺的一种刺激 所以我们要把香和不香是缺乏营养带来的渴望 还是一种烹饪方式所带来的渴望 就像我们很多人特别喜欢吃四川火锅 同样是这堆菜 我放到了清水锅里边 你就不爱吃 放到了麻辣锅里边 你就想吃 你渴望的其实是这个辣的刺激 而不是这堆菜 所以这一项的一个细节分析 就是我们要对它有一个深刻的一个理解 所以说禅和成瘾是两件事 和营养需求更不是一件事 所以大家对这些东西呢 一定要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作为纯净生活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输出真正有价值的知识 输出真正有价值的这个理念 就像刚才给大家讲的 我们的身体因为你长期吃一些 特别特别有营养的食物 我们的脾胃功能会被过于消耗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 中国现在大家对于营养学属于毫无认知 而你们到日本去看过 有去过日本的伙伴 你们会发现日本的超市里边 小药片特别多 大家有这种感觉没有 有没有去过日本的 在日本的小超市里边 发现膳食补充剂 和各种各样的琳琅满目的小药片 特别特别多 去过日本有这种感觉的 打个一我看一下 大家觉得是不是有好多好多 各种各种的这种小东西 在日本特别特别多 但是在日本就会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特点 是啥呢吗 你会发现日本人吃的饭却特别少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在伙食之外 会有一个用营养补剂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是因为他们的营养健康观念 就是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国家的富裕程度 比我们还是要领先了十几年还是二十几年 所以说当我们中国人刚刚开始进入到是什么呢 从吃不饱 然后到吃的多 这个过程就会产生非常非常重要的 皮肥功能变差 吃什么都不香 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吃什么都不香是丧失了判别食物好坏的能力 我们曾经给大家讲到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人类对于淀粉食物 对于果子 你会发现人类关于甜的味蕾在前端 关于苦的好多的味蕾是在后端 曾经我们在福建的时候 甚至包括在喝这个葡萄酒的时候 都有人会教你要把它吸到蛇根去 我们是密布的味蕾 但是人类呢 只用了前面一点点 那么这是人对自己的一个保护 但是当如果一个人吃什么都不香的话 就是你的味蕾连前端这些东西也会丧失 所以在生活当中 大家一定要学会健庇健庇健庇 健庇刚才我们给大家讲过 从中医的角度 大家可以用五行健庇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福林 比如说芊石就是鸡头米 刚才说过的山药 莲子 玉米 这样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所说的杂粮类的食物 可以拿进来 作为我们健庇的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学会做一些早餐糊 早餐糊包括什么呢 刚才说的山药 人参 鸡内筋 嵌食 莲子 福林 大家可以把这七味东西记好 等比例 就是一米仁 山药 人参 鸡内筋 嵌食 莲子 包括福林 把它打成糊糊 每天早晨吃一点 这也是一种方法 大家你会发现 这些方法里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什么呢 纤维质含量偏高 蛋白质含量偏高 然后碳水含量偏低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理解 这就是中医以前的就是早餐糊也好 五行健脾伞也好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培养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所以我们给大家开设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除了给大家提供一些产品的调配方案之外 更主要的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知道 每一个人在当今这个时代当中都有通病 通病是什么 我们给大家罗列了很多很多 包括南方人跟北方人的不同 包括性格和性格的不同 包括说对益生菌的理解不同 我们给大家讲过很多很多的内容 但是这些内容会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活当中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可能很多伙伴都觉得听到了这个内容之后 在自己选择食物的时候有所提高 但是呢也会有所障碍 曾经你们所产生的这种困惑 我以前都有过 我曾经每一天的外卖 倒过300元 因为档口的我不敢吃 我订这种日料啦 西餐啦 这种饭店的 但是当这些饭店的食物摆在我面前的时候 依然让我感觉到它不符合我们的营养需求 营养需求的标准 我们给大家讲过 一斤蔬菜 一斤蔬菜里边50%的深绿色 你去看 外边的所有沙拉 都满足不了 因为什么呢 深绿色的蔬菜 它会有一点点苦涩的味道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生物碱的味道 偏酸偏色 大家不爱吃 所以外边的大多数的沙拉 以清水菜为主 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道理 就是南方的天气偏热 所以南方的整体上的生活习惯偏水 什么叫偏水呢 喜欢喝汤 喜欢喝绿叶菜 而北方的整体习惯是什么呢 北方的整体习惯偏冷 所以北方的整个饮食偏油 偏蛋白 就是简单说 喜欢吃肉 其实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那么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这样的一个 当我看到外面有这么多的蔬菜 但是都是以生菜为主的时候 我必须要提高我自己的叶绿素的含量 我必须要提高我自己的植物蛋白的含量的时候 我当时为自己找了小球藻 然后我又开始理解了 它和蛋白质的综合的关系 因为我要去健身 但是大多数的健身教练 推荐我们吃的蛋白粉是什么呢 乳清蛋白粉 这个大家不陌生 乳清蛋白粉的主要特征在于什么呢 在于它有助于肌肉的合成 这一点点没错 但是乳清蛋白粉必须要配合健身 来我来问大家一下 有没有人发现身边的人吃乳清蛋白粉 吃得自己特别胖 有这种人员的 有这种朋友的 来打个一我看一下 你身边有朋友吃的乳清蛋白粉 他变得人特别胖 有这种人们见到过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蛋白粉 蛋白粉 它是蛋白质的粉末 但是蛋白粉分非常多的种类 而我是按照正常人 我不是给健身人员设置的 我是给我自己设置的 我们要保证蛋白粉 蛋白质的热转化效率 什么叫热转化效率 乳清蛋白的特征是什么呢 你没发现很多教练是在健身的时候 喝乳清蛋白 因为他被身体利用的速度特别快 如果我们正常人在你不健身的时候 你以乳清蛋白为主的话 他一定会让你胖起来 因为他非常容易消化吸收 在牛奶当中 我们再三跟大家说 他是两种 一个是乳清 一个是烙蛋白 烙蛋白是那个固体蛋白 我们看到的这个奶酪 所以大家会发现 当我们说很多营养学家说牛奶的时候 他后边会附着一句话 牛奶即奶制品 什么叫奶制品 酸奶是一种奶制品 奶酪是一种奶制品 我们要把牛奶当中的乳清蛋白 适合于快速补充 它在增肌方面的作用非常明显 但是一定要记住 当你不运动的话 它没有增肌的能力 不是说你光吃它 你就能够合成肌肉 肌肉是在撕裂合成的这个过程当中 乳清蛋白 加上它里边所富含的这样的一些碳水物质 能产生作用 而作为我们正常人来讲的日常生活 更要以烙蛋白为主 要以烙蛋白为主 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西方国家 奶酪 卖的很贵 牛奶超级便宜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真客的理解 叫做十斤奶一斤烙 就是它脱去乳清之后 剩下的这个核心部分 才是我们正常人可以作为食物 因为烙蛋白的消化速度更慢 它是一个缓慢性的消化用的蛋白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里边叠加了豆蛋白 其实这些物质的叠加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补充身体钙质的一个方法 就像刚才我们所在一个短片当中所看到的 少油 为什么说少油 还有少糖 这样的一些方案都和我们骨质疏松有关 骨质疏松 我们再三给大家强调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到了三十多岁之后 特别容易崴脚 崴脚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它和骨质疏松的关系还不大 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骨头外边的这个保护层 肌肉的拉力不够了 我看过我们身边的很多女孩子 二十多岁的年纪 连续两三次的崴脚 当你去摸它的胳膊的时候 可以直接摸到它的骨骼 它是完全没有肌肉 所以脂肪也好 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些碳水饮料也好 这样的一些食物的摄入 是让你的脂肪量变高 它是无助于你的肌肉合成 我们想要保护住骨 一定要记住骨头之外是什么 我们没见过自己的 我们说羊蹄子 我们看到过吧 羊蹄子是块骨头 骨头之外有一圈黏腻的 这就是胶原蛋白 明白不 这就是胶原蛋白 所以很多女孩子跟我们说 胶原蛋白是有助于美容的 听着我们就头疼 但是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 要理解用胶原蛋白 它的实际用途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骨骼之外 你就看羊蹄蹄 你就看猪手 包括你就看猪蹄吧 你把它打开 它是一个非常粘腻的结构 这就叫胶原蛋白 它的主要作用是附着在我们的骨骼之外 来保护它的 避免它的流失 这是它的功能之一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要强化我们的肌肉 肌肉是我们骨骼外边的一个保护套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骨密度的流失 还有骨质疏松 不单单说是骨质的问题 你即使是这根管子稍微有一点点的脆弱 我外边所缠的绳子很坚固 是不是这根管子的耐用性就会强一些 能理解了吧 所以我们不能把眼光光钉在盖上面 光钉在骨骼上面 它外边的胶原蛋白是不是足够的 它外边的肌肉是不是有弹性的 是一层保护两层保护 甚至我们看到肌肉的时候 我们包括肩部 包括我们的腿部 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关节 当你发力的时候 或者说你看那些健身教练 他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你能看到肌肉的几个头 抓着骨骼 比如说我们叫股四头肌也好 我们叫肩部的前书后书也好 你会发现他会有好几个头来抓着骨骼 这就是肌肉本身的拉力 来维持我们骨骼的稳定性 所以当我们想要把骨骼保护好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少油 因为这个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作用 我们需要的脂肪只是细胞膜 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通过鱼通过蛋 通过亚麻子 通过甚至我们说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 甚至核桃 这样的甚至通过黑芝麻 都可以摄入良好的油脂 供我们身体所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视频里边也说过 碳水饮料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大家总是说 喝可乐会让我们的骨头变疏松 其实不单单是可乐 是所有的糖汁 饮料类的东西 高糖食物 它会让我们的脂肪量增加 脂肪量增加 无助于骨骼保护 增加我们骨头的压力 你身体越重 你的骨头 这些我们所谓这个骨头的这个缝 里边的这些半月板也好 就像一个人 比如说你跟我一样的身高 我150斤 你200斤 你就相当于我在负重着50斤 我每走一步 我的骨骼就在承受着一种压力 而肌肉重一点点 它既是压力又是保护 就是你压在了我的肌肉上 我能够拉住这个骨骼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如果全是脂肪的话 对骨骼没有任何的保护力 只有一个重压力 所以是要通过这一方面的综合原则 理解它 那么再加上维生素D的补充 再加上我们包括我们说的这种钙的补充 来综合构成了我们身体支柱性骨骼的保养 空间支柱性骨骼的保护力